这个辣瓦蒜炒猪肝它跟六块姜还不一样 这个辣瓦蒜它是脆 这个猪肝很嫩 滑嫩啊 这个辣瓦蒜的味道呢 就是加上这个醋的香的味道呢 就非常浓 我们北方的东北的一个传统的加成菜 嗯 滑嫩啊 有辣瓦蒜这个醋香味 整个干是这样 我们就是得这样切 干尖干尖 嗯 这个清晰 我们给它切成片 这个片子不要放薄 这样就切 孙子干的这个叶的方向 那边的干是这样 这样清晰 稍微厚一点 吃起来啊 没弄那么糊 有苦感 这个水 泡一下 尽量用这个血水 干尖呢 泡了三十分钟 我们现在把它换了两面水 我再说一下 换两面水 把它钻出来 好 这颜色发白了 腥味是这样的 干尔还能骨穴骨气 冬季师 吃羊骨肠不是吧 这个水分呢 怕它钻的不紧 我们搁吸油纸啊 给它吸一下 这样的话呢 它这腌的时候 它能吸收 水分吸不出去 腌也不入味 咋不入味 对 马上 我们就搁一点盐 这盐也要是未敌口的 少了 滋味挺进行的 搁点花椒酒 好嘞 抓一口 抓拌均匀的 腌制一会 腌制三五分钟 哎 这就行啊 搁点水淀粉 穿上衣服 上去 土豆淀粉你泡好就行 刚才有点稀啊 我们再来点干淀粉 哎 这儿 哎 裹住这姜啊 腌一会儿啊 我们腊瓣蒜 给它一开二 切两半 这腊瓣蒜是 头两天我们自己腌的 这个前些日子有这个飞翔 这个汤还要啊 做菜用啊 这个油温呢 还是这样 筷子跟进去 冒小泡 看这儿泡不太大 我们这时候呢 给它滑油 摆肝 搁到里头滑油 慢慢冻 让这个肝呢伸开腰 不老 不能带血筋啊 回头还得炒一下就可以了 对 炒了 炒了 好 好 有热了啊 我们把它敲敲锅 搁点姜 搁点辣粑蒜 把辣粑蒜的醋倒一下 人汤还是辣粑蒜 人汤 加点花椒 加点水 倒油 倒倒散 好 加一点盐 加点味精 少来啊 少吃味精啊 开锅了 我们给它勾一点薄芡 一定要薄芡 哎 这就完全可以了 好 好 加点明油 料油啊 这是料油 好嘞 冲烧 辣的蒜 炒中边 人了 老眼睛 每日一菜 与你的美食生活相伴